特斯拉自动驾驶版本12.3在两周前开始向普通用户推送 其用户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之前的版本相比 它带来的变化极其巨大 连最近在电视上疯狂批评特斯拉的华尔街大佬罗斯格伯试驾后 也改变了对特斯拉的态度 直言其表现令人难以置信 他提到 以前从未成功完成的转弯 在今天的第一次尝试中就成功了 并且在整个自动驾驶过程中没有任何干预 而就在今天 更具历史意义的时刻来临了 马斯克突然宣布 特斯拉将首次为所有新老用户提供一个月的自动驾驶免费使用 这是必将成为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特斯拉是最容易受到媒体攻击的公司 现在愿意冒险进行免费使用 这显示了特斯拉对他们最新的自动驾驶技术的无比信心 特斯拉自动驾驶的首席工程师上周表示 接下来版本12的几次更新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进步 马斯克昨天还指出 特斯拉自动驾驶的发展现在已不再受计算能力的限制 进步速度将从现在开始飞速增长 这是否意味着 如同韩国特斯拉首席分析师几天前透露的内部消息 特斯拉的工程师们期待着可能在6月就达到无人出租车的水平 我认为正如木头杰所说 特斯拉自动驾驶的差GPT时刻正在来临 这将是未来几十年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最大机遇 本期视频我将对这些所有内容详细解析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版本12最大的反馈之一是它解决了许多版本11中的错误 并且使得驾驶感觉非常平滑 更加接近人类的驾驶方式 在之前的版本中经常会遇到如突然加速或突然刹车等机械感十足的行为 这是因为在版本12之前的特斯拉汽车决策功能 是由30万行人类编写的C++代码构成 这些代码的逻辑基本是如果遇到某种特定情况 就会查询代码中预先编写好的应对方式 但是在100种不同的驾驶场景中 你可能需要100种不同的踩刹车和加油门的方法 才能达到最平滑的驾驶效果 显然这是人类手动编写代码难以实现的 特斯拉让版本1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能够正常行驶已经算是一个奇迹 但是要想让它在所有情况下 都像人类驾驶那样流畅 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会有新的边缘情况出现 每一种新的情况都需要特斯拉的人工智能工程师 日以继夜地编写新的代码 而且一直以来汽车行驶决策 是编程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学科 但特斯拉版本12的端到端人工智能 实现了通过视频的自我机器学习 用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决策和控制层的逻辑 这个过程好比特斯拉招募了众多的机器人程序员 这些程序员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 根据他们的机器人汽车每日收集的数据 不停地编写和优化新的代码 随着算力的不断提升 就像是特斯拉招聘的程序员越来越多 编程从一种农业时代的手工劳动 转变为工业时代的机器劳动 正是由于这种转变 我们才能看到与版本11截然不同 驾驶体验异常顺滑的版本12 在看到特斯拉自动驾驶12.3 取得如此惊人进步后 我此前在社区贴中表示 我预计特斯拉在6月 再次完成三次重大升级后 会开始给所有用户 进行一个月的免费自动驾驶试用 但没想到它来得更早 今日马斯克重磅表示 特斯拉现在在美国为所有新老客户提供为期一个月的全自动驾驶免费试用 此外在流出的马斯克发给特斯拉内部员工邮件中显示 马斯克还要求无论是在新车交付还是老客户的汽车保养后 特斯拉工作人员必须带领客户去进行一小段自动驾驶的试驾 因为大部分人甚至是特斯拉车主 也并不了解现在自动驾驶已取得的惊人进展 的确 我看到有很多人第一次见到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甚至是辅助驾驶时都感到非常新奇 大众对这项技术的了解的确还非常有限 在版本12之前自动驾驶的不成熟阶段 特斯拉主要的目的是用户测试和改进 而现在特斯拉的策略从软件测试变成了营销推广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自动驾驶订阅率势必将因为软件本身性能的巨大提升 和其营销策略的改变而大幅增加 很多人对特斯拉自动驾驶的订阅率存在误解 常常听说订阅率不足10% 但很少有人了解这个数字的来源 特斯拉仅在2023年1月公布了自动驾驶的订阅率 特斯拉说那时有40万人下载了自动驾驶 然后这些人拿40万除以全球特斯拉的总销量 得到了不到10%的接受率 但是这个计算没有考虑到自动驾驶那时 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地区并未开放 考虑到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路上 约有170万辆特斯拉 因此那时真正的自动驾驶订阅率应是23% 而且那时自动驾驶版本才是版本10 在性能上和现在的版本12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现在版本的订阅率肯定已经远高出23% 我认为随着未来几个版本的推出 推广力度很可能进一步加强 甚至可能会降低月订阅价格 由于软件的毛利率非常高 降低价格有利于真正实现其大众化 或许还可以为那些 想要一次性购买全自动驾驶功能的人 提供零利息的贷款 如果他们未能偿还贷款 可以简单的停用其功能 我们未来还可能在特斯拉广告中 看到更多关于自动驾驶的宣传 特斯拉最近加大了汽车广告宣传的力度 已经同时在谷歌 油管 推特 脸书 和一些机场等平台上 宣传特斯拉汽车价格的可负担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动驾驶有望成为特斯拉汽车的最大卖点之一 即使特斯拉无人出租车今年没有实现 就自动驾驶本身对特斯拉盈利和品牌力的贡献 也包含着巨大价值 我们其实看到了一张清晰的 特斯拉自动驾驶发展蓝图 近日欧洲辅助自动驾驶的法规已经批准 年初也一直传来特斯拉自动驾驶 即将落地中国的声音 自动驾驶扩展至全球 其实已经板上钉钉 它强大扩展性 可以瞬间就激活在特斯拉全球500万辆汽车上 这是任何一家其他车企 或者人工智能科研公司无法做到的 例如现在已经推出无人出租车服务的威猛 虽然他们靠高清地图和激光雷达技术的捷径 首先进行了商业运营 但这种捷径技术会使他们运营的范围 保持在美国局部区域很久 在目睹了特斯拉版本12的显著进步 和预期中订阅率的大幅提升之后 传统汽车制造商将面临两个选项 要么找到击败特斯拉的方法 要么如果打不过 就只能选择加入 通用汽车在他们的无人出租车 Cruz项目被叫停后 进行了大规模的撤资 而福特也从其收购的自动驾驶项目中撤出 达到特斯拉目前自动驾驶水平 所需的投资巨大且风险高 这并非传统汽车制造商擅长的领域 而是科技领域的一大挑战 甚至像苹果这样的公司 在研发了十年之后也选择了放弃 因此 对于那些传统的单纯汽车制造商来说 与特斯拉合作显然是最合适的选择 将自动驾驶技术 整合到其他品牌汽车上 需要超过三年的时间 首先合作的公司将获得更优惠的交易条件 这是因为在合作初期 不确定性更大 早期加入的企业 可视为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我曾看过许多公司 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合作 开发并最终推出新的技术 而这些技术在最初完全没有达到 特斯拉现在在自动驾驶上展示的进度 所以现在合作并不是太早 反而是有点晚的 随着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 那些未能及时参与的公司将会落后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能会非常迅速 马斯克上次在特斯拉的财报会议中表示 他很诧异还没有其他车企联系他 讨论自动驾驶技术授权的事宜 如果接下来的财报会议 他宣布了这一消息 我并不会感到惊讶 未来特斯拉驾驶的发展会如何 版本12最让人震惊的不是具体它带来的改变 而是相比上个版本的进步速度 这个速度验证了端到端神经网络学习系统 正式解决自动驾驶问题的最终答案 特斯拉自动驾驶首席工程师阿索克表示 他认为训练了几个月的版本12模型 已经超越了开发训练7年的版本11 并在接下来的版本中将带来前所未有的进步 阿索克不是那种容易夸张的人 他是一个相当冷静理性合理的人 特别是在公众言论中 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可信度很高 版本12实现后 算力一直是特斯拉自动驾驶发展的瓶颈 版本12端到端神经网络代码体积并不庞大 但它是一个包含了可能达到数百亿参数的模型 其中的每一个权重参数都需要经过训练 特斯拉需要收集数据 整理数据 这本身就需要大量计算 随后需要投入大量计算资源来处理所有的视频数据 并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迭代计算 自动驾驶模型需要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然后根据优秀的人类驾驶员提供的正确答案进行调整和学习 指导神经网络模型逐渐接近正确的行为模式 这一过程极其依赖于计算资源 需要大量的内存和计算能力 但马斯克突然在前日表示 算力也不成了问题 这代表着他们最近获得了一大批英伟达的芯片 或者同时都久取得了进一步进展 获得芯片后其实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 这过程并不像买一台新电脑那样简单 仅需插上电源即可使用 特斯拉需要建立电力基础设施 冷却系统 通信系统和软件系统等 因此 特斯拉可能已在几个月前就获得了这些大量的计算资源 现在这些资源正在逐步投入使用 特斯拉也因此能够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自动驾驶模型的训练 所以阿索克提到的接下来自动驾驶的巨大进步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现在自动驾驶的版本已经非常接近人类了 那接下来的巨大进步又会是什么 也许就像韩国特斯拉首席分析师爆料的 特斯拉工程师认为特斯拉自动驾驶在6月可能就可以达到无人出租车的水平 阿索克对自动驾驶开发的进程有内部的了解 一个版本推出前会经过公司内部的质量保证测试 以及公司外部的小范围测试等等 因此我们可能看到的版本可能是两到三个月的延迟 所以阿索克能够看到从现在起两到三个月内推出的未来自动驾驶版本 这意味着它现在不是在做预测 而是实际上正在审视软件的现状 并说出将会有前所未有的变化 端到端神经网络的美妙之处还在于 一旦你拥有了所有这些基础模型的基本权重 你就可以为欧洲 中国甚至是像印度这样的复杂环境进行微调 以适应许多不同的环境 所以这种进步速度将会是全球性的 在如此惊人的进步下 如果你现在对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技术还是不闻不闻 那你就错过了一个即将苏醒的巨人 按照阿索克所说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达到最佳人类驾驶水平的技术 这我相信也是特斯拉现在开始加大力度 推广自动驾驶的最主要原因 特斯拉自动驾驶差GPT时刻已经到来 木头杰表示 无人出租车将会是接下来几十年 人工智能领域的最大发展机会 因为这个项目包含了自动驾驶人工智能 又人工智能系统推动的海量机器人出付车 和能够支持这数千万机器人出付车的能源存储电池 无人出租车业务一旦开始应用 将会引领21世纪最大的颠覆革命 特斯拉股价也将会因此得到十倍的增长 如果你想对此有更多了解 欢迎观看接下来这个视频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致力于提供最新最深入的特斯拉新闻与分析 如果您对特斯拉有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